Hello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我的命理频道 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名人的八字分析 在开始之前还是先安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猪猪精水 上面有我跟其他的猪猪姐姐们 你看到的视频和你看不到的视频都在上面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出的八字跟紫微斗数的入门科普帖 以及我自己写的紫微斗数的主星、辅星、小星很多的文章都在上面 如果你想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盘,欢迎光临上面 另外呢,新年一时呢,我们几个猪猪姐姐都在录制我们的线上课程 很快就会推出,你们去我们的公众号上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了 如果大家是想自学成才的话 这些线上产品都比较摆在下 可以帮你比较好的去自己的,就是比较框架性的吧 比较体系性的去了解这门知识 这样的话以后听我们的案例讲戏以及看自己的盘你就能看得更深入 好的,那开始今天的视频 我们今天我要想讲的是一个人间富贵花 人间富贵花的八字 李香香姐 很有钱对不对 说到李香就想到有钱 所以今天的这个视频也是围绕钱展开的 什么样的八字看起来很有钱呢 他的八字就看起来很有钱,确实很有钱 那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还为了配合他也穿了富贵花的衣服弄 显得很有钱 好的,来吧 这是他的八字啦 这个今天还是讲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呢是最浅显的 应该就是不懂八字的同学 从这里带你们入入门 就是什么样的八字 是看起来比较有钱的 然后第二个知识点呢 是我来分析他的性格 这个呢可能要懂一点点八字的同学啊 再看的如果你是我的学员呢 还有就是有过一些八字基础同学 你们应该就会知道 我做一些他的性格分析啊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实际上应该是很能干对不对 快嘴李香嘛 很会说 然后很爱炫富 可能觉得 然后天天表现的很爱他的老公 但是真的跟他老公说些话 他老公就是很容易被他一声呵斥的 一文不值的感觉 这样一个别扭的性格是来源于何处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帮你要更深一点点了 懂的同学帮你们来看看 就是带你分析一下这种盘面 他的继神在哪里 就是怎么个技法 哪些年他会比较不好 不好在哪里 这样的话因为他也是个名人 他的那些事情你去搜一搜就做出来 他的每一个继神年发生的事情 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到 就是走继神年的时候 特别是水做命的人 他走继神年的时候 走到这个 他的继神是土 走到土年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也是挺难受的 好的 首先来讲第一个知识点吧 就是什么样的八字 是看起来很有钱的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说的是看起来很有钱 没错 看起来很有钱 不代表真的有钱 所以这个 要说到这个话题吧 就得退一步 抽象地说到我们八字里的关于财新这件事情了 财新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盘面里面 如果还没有看过我视频的同学 你可以去我的公众号看那个八字叫 奶瓶级入门帖 他会讲了一下 我就喜欢把这个 这八个字呢 形容成一个班级 那你自己是谁呢 你自己是日住下面的这个天干 叫日元 你把它想成成一个班级 就是你是这个同学 住在这里这个位置 其他的位置做了其他的同学 然后他们跟你有左右同桌 对吧 可能关系近一点点 然后隔几排的离远一点点 那其中的这个元素呢 日住的这个地支叫月令 他就是我们的班长 我画一个三角形在这里 然后班长是统领这八个同学的 所以大家都要看看他的脸色 他的用处就比较重要哦 就是权威比较大吧 这样理解 然后呢 把它想象成个班级之后 你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由这个班级的所有同学 一起构成的 就这么分析就行了 好的 然后财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巴基的财星 是我自己这个日元克制的那个元素 所以如果像它 它是水嘛 人是水 是水的话财星就是火 那如果是木的话 然后财星就是土 然后如果是火的话 财星就是金 如果是金的话 财星就是木 然后如果是 就讲完了 就这几个吧 应该 我都讲完了吧 所以呢 就是你看看你盘面里面 有没有你克制那个元素 就是你盘面里本身 有没有财星了 当然这个天干上面 是很明显的啊 然后地质下面的话 你会发现 你如果用APP排出来的话 地支 它每个地支 藏了不止一个天干 所以它有好几个五星元素 最上面那排 我们叫做主气 然后最下面那排 叫做鱼气 什么意思呢 地支藏的天干 是地支 地支比较复杂啊 然后这个地支 它自己含有的 好几层的属性 它可能有木的属性 它同时也含有了 一些些其他的属性 那么主气 它是占据主要的 那个气场 我们就觉得可能 百分之七八十这样 它的鱼气 如果下面第二排 第三排有的话 那可能只占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它是比较 埋藏的比较深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 一个资源 在下面啊 它的所占幅度会比较小 好 然后呢 什么样的盘 是看起来很有钱的八字呢 这个 其实上就是我们的财心 叫漏白 这样的一种人嘛 看起来很有钱嘛 什么叫财心漏白啊 可能爸爸妈妈 今天叫我们财 不可以漏白 就是你有钱 你也不要显得很有钱 但是现在时代 也不是这样 对吧 你显得很有钱 你也可以凹个人设 但是什么样的人 天生就比较容易 显得有钱 就是财心啊 在天干漏出的这些人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你一共八字里面 就四个天干嘛 除了你之外 还有三个 对不对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这个 然后如果你的财心 在这里 这里 这里的话 你就是会比较容易 看起来有钱 也许你自己都没觉得 我没有炫富啊 然后我没有觉得 我看起来很有钱 但是你给人的气场 气质就是 嗯 你这个人是一个有钱人 在这个 嗯 这挺有意思的 反正这个 可能我觉得 嗯 要看别人的八字 才比较有发言权 你自己看自己的八字 也许不会觉得 我看起来很有钱吗 你可能比较confused 但是实际上是有的 嗯 它存在于你在 待人接事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中 也取决于 很多的小小的细节 方方面面 你花钱的态度啊 你吃穿用度啊 你就是用的东西 别人都会judge你嘛 就会看出来 哎 你是不是家境还不错 那么如果财心 飘在天上啊 我经常说飘在天上 就是在天干 这几个位置 其下有谁 你想它是飘在天上的 就是给人一种 气质 气场感觉 你很有钱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财心呢 还要分一下 分成正财跟偏财 这两个 如果是正财 在天干的话 这种的感觉会 嗯 不是炫耀的感觉 只是一种 有点像富二代的感觉 嗯 就是感觉你这个人 嗯 在花钱方面 好像是在有意的 低调一下 但是能感觉出来 你是 就是 嗯 在 怎么讲呢 至少对朋友 还对自己 应该算是比较大方的 是这样的一种 但是正财 因为这个正财的性质 还是偏保守的 嗯 不会是属于那种 特别炫富型的 或者是爆发护气质 就不是 它是一种 你在那里 就别人感觉 哎 你这个人是有福相之人 然后可能 爸妈给了你很多钱 可能你的家定不错 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所以正财在上面露出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偏财露出的话 那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就看起来特别炫富 所以炫富的族群 我觉得最容易 就会说被人觉得在炫富的族群吧 可能你们自己都没觉得 他就是这种偏财心 在天干上飘出的人 嗯 偏财就是你看哈 我都说了 这个是你自己坐的位置哈 你旁边左右同桌 是不是离你要比较紧一点点啊 就是如果你在 你是学生 你也知道你的左右同桌 跟你的互动多 那如果是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是你的财心的话 你的财心就离你比较近 所以它比较像是什么呢 它比较像是你在工作上面 或者你在自己这个 比较稍微近一点的 朋友圈层家人面前 这群人会明显感觉到 你的大方和你的这种炫富 所以就还是会收敛一点点 就是你跟你的周围的朋友啊 亲戚啊 就稍微要熟一点的人 你才会跟他们就是 展现出来你自己的这个 有钱的这种气场 但如果你的偏财心 就在黏住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它就离你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吧 所以它就是黏住这个宫位啊 somehow就是给人第一印象的宫位 那么如果你黏住这地方 飘了一颗财心在这个位置 不用说了 你对于你就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会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然后会是一个很大气的人 如果你自己恰好 是一个非常喜欢 把你的大方大气显现在你的穿着上 比如说你穿了一件什么衣服 你带了个什么戒指 如果你刚好是这样一个人的话 你这个人就是会是一个十足的 让所有认识你的人 第一眼看到你都觉得 哇贵妇 或者是哇有钱人 这样的一种一种盘面了 请注意一下 这个财心飘在这个上面 这个位置 没有包意或贬意 不能说在这儿就是故意炫富 我说了如果财心在这个地方 我也认识本人很多 他对朋友跟所有人都大方 但他没有花心思在自己的穿着 或者是打扮上 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从外表看 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 故意炫富的人 但是你从他花钱的态度来说 绝对是一个用钱非常大方的人 一般偏财心在这个地方飘出的人 他对于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可以一致千金 真的是 而且买了又买买了又买 就完全没完 没够的那种 比如说 此刻这是一个难命 他这地方有颗偏财心 然后他也不喜欢吃穿 他也不喜欢买名牌球鞋 他也不喜欢买表 但他可能喜欢什么 露营 哇那他就可能去改装车 把那个车的那个装备 露营的装备 要买最好的那些什么牌子 就是 他在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就是一致千金 这是很明显的 偏财心飘在年盖上的特点 还有呢 因为这个偏财心 它是代表这个 大家听到偏财吗 对不对 它是关于这个资金的 这个以小博大 或者是投机取巧 或者是用资源来换取更多的资源 这样的一种很 很会使巧劲的投资就是赚钱方式 所以年注是我说 我们的门户嘛 门户网站 我们八字里面年干 是最容易跟岁运之间 这个大运流年产生引动 你看 在这 大运跟流年在这嘛 他在最外面 所以他就很容易跟流年啊 大运来这些东西产生 他们的能量连接 就相信他们是做得比较近的同学嘛 所以说我们的年干 如果占了一颗财心的话 在状态好的情况下 这个人是很会投资的哦 他可能就是炒股 就特别有天赋 他也可能是买珠宝投资 特别有天赋 他也可能是眼光很独到 跟人一起投资 然后别人辛辛苦苦的在那做事 他就出一张嘴 他就把钱给赚了 这是我特别羡慕偏财的地方 所以这个同学们 你们去找一找身边的谁 这个偏财在黏住 这个地方上面的 我觉得他们是投资的高手 特别是在状态好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偏财心 他的状态很差的话 那这个人也可能成为一个赌徒 然后就是一页输的倾家账产 也有可能 但是我总的来说 无论他们最后是成了失败 他们在灵魂基因里的那种 很敢投资 很敢用资源换资源 以及就发现机会的眼光 这个真的是正财心比不了的 我的盘里就没有偏财 所以我就是嫉妒他们 好的 所以呢 你看李湘他的这个 我们来看他是人水 对不对 然后他这是丙火 所以呢 他自己也是偏财心 飘在黏干上面 所以他就是绝对的看起来 首先我们来说 就是很有投资 很敢投资 很有投资眼光嘛 然后另外 他刚好是一个很喜欢 把有钱穿在身上的人们 喜欢买衣服买钻件 喜欢吃穿用度上面的 所有的好 所以呢 他就达到了极致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盘 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人 而且他兢兢业业 身体力行的 把他这个看起来很有钱 发挥到了极致 他真是没辜负他 这个偏财心啊 在这里 好 所以呢 这个同学们 这个我在刚才的这段话里面 总结了正财跟偏财的区别啊 所以呢 我们来想想看 就是如果说女明星 你想到哪些女明星是比较 觉得好像很敢炫富的呢 看起来很屌的样子 说到李湘完了之后 是不是还有张雨琪 那个张雨琪就是这个地方飘的正财 他们俩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 雨琪姐 她的那个投资 肯定没有湘姐强 湘姐 她是会去投资公司控股的人啊 她是控过两个 都不止两个了 她名下不知道多少公司了 所以人家在幕后的时候 不知道操作了多少资本啊 什么都是被她玩过的 所以那个 就是 你看吧 就是年注飘偏财 真的是很好 我在生活中 预示到的 年注飘正财和偏财的人 哎呀 这都是挺能赚钱的 反正 他们因为他们的财心 很容易跟岁月产生一些引动 好 然后我再多说一句 湘姐呢 她这个八字 除了这个地方的偏财 飘在天上的话 还是没有根的 不够稳 但是呢 她很牛的是 她出生于银月 这个位置 这个银呢 是丙火的长生之处 什么叫长生呢 可以去我的公众号看看 她是十二长生状态中的一种 能量特别巨大的 一个状态 就她是生气勃发 种子破土而出 这样的一个极具有潜力 很有生命力 很有欲望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她的火 她的财心 在这个月令班长 是不是啊 班长是银木嘛 对不对 所以她这个班长 是丙火的长生 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们俩是一家人 这两个 所以她的财心 这位同学啊 跟她的班长 他们班的班长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这种密切的关系 是一种深层次的关系 你可以就这样粗暴的理解为 这个班长是她 是她的表姐 或者是她的死忠粉 所以班长暗暗的就在帮她 因为荧幕里面 她地支里面也藏了一个 藏了一个苹果 所以这个就是 她长生点的 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女人 不只是能够花钱 或者她不只是 有投资的眼光而已 她还有很多赚钱的能力 因为这个她性格里面 最强势的这个位置 她就是这个 就是赚钱这件事情 欲望萌发 然后最萌发 最优秀的一种状态 所以她的赚钱能力 也是好的 我必须说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如果她的八字里面 盘里面同学们 只有一个丙火飘在这 没有这个荧幕 你看通篇看 只有火在这 她无非就是个败家娘们而已 就比较能花钱而已 所以或者是 她的欲望野心很大 真的能不能赚到钱 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呢 要让你的财心 真的是 有家可回 还是地支 很重要 地支要么就财心要落地 要么就是 就这样要财心的长生 就会特别好 最好的是有长生 跟她的路 完美 所以香姐的盘 还是很漂亮的 她的赚钱能力 确实没话可说 好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 各位同学 你们也自己看一看吧 反正有财心就是好 我觉得 有正财心的会比较踏实 比较稳定 比较精于计算 我讲过谁是正财 好像 然后有偏财的话就不一样 潇洒 替躺 用钱换钱 特别聪明 是一种天生的幕僚型角色 什么叫幕僚型角色 就是用小博大嘛 要赢着这场战 我不要用兵 我要用权魔 我要借东风 我要借剑 所以偏财心的人 就是这点聪明啦 好的 然后这是第一个支点 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看看她的性格 哎呀 她是一个人臣奎刚啊 就是关于奎刚 这个是雅雅姐的 赵丽颖的那个盘 她是描述过的 赵丽颖还是双奎刚 跟英国女王也是双奎刚 奎刚是有四个日子嘛 有戊戌日 人臣日 来 叫人臣奎刚 还有根成跟根续 所以这个 你们要记住 就是那么流氓 奎刚一出现 这个人就是性格很强势 肯定的 就是 这种强势 我觉得那个根成 和根续是最厉害的 尤其是根续奎刚 就是别人必须要按照 自己的这个行为准则来做 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框架性 然后他不同情理 所以呢 他们就奎刚特别适合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适合做法官 或者是那种 包青天 包大人的角色 因为他们神鬼都怕他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不讲 就是没有转环的余地 就是 非常非常的刚直 这样的一个性格 然后人臣奎刚会是四个奎刚里面 相对最好的 我觉得 会是最动的变通的 因为是毕竟人水嘛 是水 所以呢 他有非常机灵远化的一面 但是肯定是稍微一接触就知道 这个人非常强势 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他 你看他都敢当老板 对不对 他是非常非常强的 然后所以呢 这个奎刚命 有很多师傅会说 奎刚命就一定是婚姻不幸福 我觉得 不要下这种死判断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们这么强的性格 很有可能找到的另一半 绝对是属于喜欢大女人的 对吧 如果对方是喜欢小鸟以认 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奎刚女 比较有可能找到的是 我觉得情商非常高的老公 就很懂得欣赏他们 性格要稍微能服软一点 比较好 然后呢 他的盘里面 哎呀 他的十神 你看 这个荧幕是他的十神 然后呢 他八字有很多的七杀 这里有一个 这有一个 然后 这还有一个 有三个七杀 这个时间我怎么叫定呢 根据他自己的怀孕时间 还有他2013年的转型 这两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年 而且这个盘排出来 他的命盘 是天机化 全在这个 四宫啊 紫微朵术盘 会比较 就是比较负贴和他的性格 嗯 所以他盘里面 十神 是他的主器 我就说了 那个 月令嘛 他的小班长 是最多的是十神 但是呢 他的沙也很多啊 你看这就是木嘛 这是一个木 然后其他的就是土 你想土木是相克的 这就意味着他们班 这个班级里面 班长是一个木 还有三个土的同学 都围绕在这个 他的附近 这两个就形成了两股势力 就是木势力 跟土的势力 在那儿互相较劲 嗯 所以这个 翻译成人话就是 他的婚姻 真的是注定比较 我觉得 是需要悲剧一点点 他应该之前 他之前有一个冲动的闪魂 好像 然后后来也离婚了嘛 就是 后面嫁的这位 他的老公呢 你看就是软柿子啊 性格比较软一点点的 就各种心态 但是呢 他就比较别扭的点是什么 他七杀又在石柱偷了干呢 你看嘛 就这个就是七杀 所以呢 石柱这个位置 是内心最深处的位置 而且他的就是土能量 七杀能量 仍然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呢 他就是 很别扭的是 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 他是一个 非常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这是 石神格嘛 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确实主持能力很强 这是第二 但第三 他内心又是非常非常 向往这个稳定的爱情 跟家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 爱至上的一个性格 这就是他的七杀决定的 同学们 七杀这个石神 他是非常非常 以爱为先的 我之后讲 我最喜欢的主持人 康永哥的盘 你就会知道 他是一个 也是一个奎刚 然后他是七杀奎刚 所以呢 永远的 相信爱情 你看他老公出轨多少次了 真的是 他还在那永远相信 还在那发那个信息 跟他老公至死不渝的那种 死都不离婚 就是 七杀在他盘里 真的是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 是一个 有点悲剧的 我觉得 有点悲剧的 这样的一个婚姻方向的盘 所以这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就听吧 这个 石神跟七杀之间的博弈 我觉得会让这个人 从外 就是 从人生经历来说 是非常风光的 那在内心里面 就是累到死 所以八字盘里同学 你们如果又有 石神又有七杀 这样的在打架的话 也是挺心累的 我觉得 尤其在感情方面 因为似乎你们的爱情跟事业 就是根本不可两得 对吧 所以就这个 石神强的时候 杀就弱 你钱倒是赚好了 他石神来 就银木很强的时候 他的钱是赚好了 但是他的 他的土就不太好嘛 土系统 土来的时候 他的那木系统又不太好 钱又赚不到 所以就是非常的痛苦啊 这两个就有点 不能两全 所以我觉得 他的盘如果长这样 他现在还活成这样 他已经非常优秀了 他们家肯定是 靠他来赚钱的 他这个老公 应该也是不怎么给力的 好的 然后呢 再来说最后一个知识点 就是他怕什么呢 他这个盘是寄土的 然后因为他这个 身还是比较弱 人水深于营月 你看他只有一个根筋在这边 城市有一点点水库 有一点水库 但是他人水不落地 就没有办法 没有得地 所以还是身比较弱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大家记住水命八字 身弱的时候 一般都很怕土 火没有那么怕 这是个很神奇的点啊 你看你说财星是他的那个火嘛 水火交战 你觉得好像他应该很怕火 然后或者是赚钱的时候 他应该破财很厉害啊 对吧 他可能是破财挺厉害 能不能买 但是他八字最怕的还是土 就是 这个人水啊 它是江河之水 你把它理解成大海 大湖都可以 那这个炳火 那这个炳火是太阳之火 这个水火之间 如果是炳跟人之间 它还有很多古书里面会说 叫日照江河 是一种气象万千的磅礴之景 所以呢 人水跟炳火之间 没有那么的泛冲 它表面上是冲的啊 天干五冲 他们俩是冲的 但是如果这样 炳跟人同时出现在八字里面 它会让这个人的性格 大气磅礴 该花钱就花 老娘花的爽 花的让全世界都知道 然后花的让所有人都羡慕我 这就是炳仁同时出现 是非常好的 如果掉一个个儿 炳在这儿 人在这儿 就是老娘要闯事业 然后我就是当武则天 我也行 我要做一代枭雄 就是我不怕别人评论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炳仁是非常非常 大气蓬勃的一个日照江河之景 在八字的古书里面 如果是男命 他就把它说的吹上天 那如果你懂的 如果是女命 她又要说几句坏话 但是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反正就是好 我觉得炳仁就是好 所以她就是一个 很大气的大女人 但是在内心极度的渴望家庭 懂吧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最后她的继神是土 知道吧 因为她如果要赚钱 她走在前线 她是一个艺人 她是个艺人的话 实身身材 或者是她是个幕后老板也行吧 她是要赚钱的呀 对吧 所以她的人水 在弱的情况下 土又那么重 她很明显土是继神 所以我们来看 她土年发生什么呢 2006年 那是一个丙旭年 她离婚了 陈旭对冲 冲她夫妻宫冲离婚的 冠心冲杀心 实际上那个乙卫年 她就跟王玉伦勾搭上了 那个乙卫年的时候 不是勾搭 就认识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卫 乙卫年的卫是她的正观嘛 所以认识了呗 对不对 然后所以你们你去看 她离婚跟她现在的老公 认识之间是有重叠的 然后再来呢 2018年 那年她的老公有时很多的新闻 对不对 夜店楼梅了 什么之类的 有这样一些新闻出来 所以她是痛苦呗 所以那个又是一个戊戌年 陈旭又对冲 冲她夫妻宫 估计也闹得不可开交 她的16年 06年18年都是闹得不可开交的肯定 然后天上 还有 什么走土运的时候 现在嘛 2021年又走土运了 新丑年 然后 现在刚刚开年 又在三亚闹那个 她的民宿之间的纠纷跟官司 所以她八字就是比较怕土 知道吧 然后有土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 感情的困扰 或者是是非官司 就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盘 大家看明白了吗 总结一下吧 好不好 看起来很有钱的八字 不需要真的有钱的话 她只要天干上飘财心就行了 飘的正财 是会让感觉 这个人家底还不错 好像 感觉很会给自己花钱 那如果是有偏财挑在天干上 会感觉 哇 这个人真的是满出屏幕的钱的感觉 然后可以 为其他人都很大方 很会投资 然后很会以小博大 这样的一种更加浮夸一点点的 富贵感 然后 但是如果真的能赚钱 就要像香姐这样的 她的财心一定要有很稳定 要有很落地 要落地 然后另外呢 还要有时辰来生财是最好的 而且她这个时辰心在这儿 刚好又是丙火的长生之处 所以叫得路 知道吧 她的财心是在月令班长这边得了路的 就是一个很强的状态了 然后第三点的话 没有什么第三点 就这两点 就这两个 两个 所以能赚 不是 能花就是天干上飘着嘛 能赚就是地支最好有这个 就是这个财心或者是财心的根 当然我们可能还是要区分一下 她的八字是深藏深弱的 如果深弱财心过多的话 她可以赚的很 就很有赚钱的欲望 但她真的能不能赚或者是能不能够 hold住呢 也是不一定的 像李商的盘还是偏弱 她这个盘 我不觉得她很hold得住财 我不觉得她的银行账户里真的是很有钱的 她就是非常能花 而且我觉得她赚的速度跟花的速度 可能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吧 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 她的性格方面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是人成葵刚 是一种带着圆滑中的非常强势 她可以说是四个最强势日之中的排名第四 因为前面有三个更猛的 但是仍然是一个大女人 绝对是的 人水大女人 然后她的盘里面 十神星在这 七杀星在其他几个地方 十神跟杀的这个博弈 是很适合做这个演艺圈的 好 接下来的话 她感情略悲剧了 这个你们看得懂的 自己分析就行了 然后最后呢 是她的寄生 像这种盘里面 就是比较怕吐 很明显 然后吐来的时候 就是感情运比较悲剧 好了 就是这些了 其他的 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呢 想听哪个明星的盘 可以点去公众号 给我点赞看留言 YouTube的同学 直接给我留言就好 然后再次按理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 就会让你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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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